西汉初年有着这么一段奇葩历史 年老的汉高祖刘邦宠幸年轻貌美的妻夫人 是爱屋及乌 想要以她和妻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取代嫡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 不过皇后吕志和大臣是坚决不同意 刘邦只能不了了之 等到刘邦驾崩以后 太子刘盈继位 升级为太后的吕志开始疯狂报复 毒死了赵王如意 更是将妻夫人砍断了手脚 弯掉了眼珠 熏龙了耳朵 喝下了哑药 制成了人质 惠帝刘盈看到以后 直呼这不是人干的事情 从此无心正事 是自暴自弃 天天饮酒作乐放纵无度 就这样没几年便应免早逝了 汉惠帝刘盈早逝以后 太后吕志立刘盈 恕长子刘公为帝 自己则是彻底掌握了大权 开始临朝称制 行使皇帝的权力 朝廷号令一概出自太后 成为中国历史上 太后专政的第一人 可以说汉出的这一出 宫廷争风吃醋的斗争史 最终导致了第二位皇帝 汉惠帝早逝 并且造就了吕后 这个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太后 不得不说皇帝处理不好家务事 是真的很要命的 汉高祖刘邦身为汉朝开国皇帝 开启了两汉四百余年的历史 可谓是人经中的人经 为什么生前没有考虑好自己宠爱的七夫人和赵王如意呢 没有留下什么后手 或者说废了吕后以保他们母子俩呢 今天我们来说说 一为了保护七夫人和赵王母子 刘邦走了一秒一平两不齐 刘邦很喜欢赵王如意 认为他很像自己 虽然没有将他立为太子 但是对于这个儿子也是很上心 为了保护他免遭吕后迫害 后来特意派周昌为赵王的相国 周昌这个人是出了名的直言不讳 而且对吕后和太子刘英有大恩 刘邦想要改立太子的时候 本就有些口吃的周昌直接气愤地说道 臣口不能言 然臣妻妻知其不可 陛下虽欲废太子 臣妻妻不奉赵 意思是我虽然口才不太好 但是我知道这样做事不对的 你虽然想废掉太子 但是我坚决不接受你的照理 刘邦听罢只能大笑之 吕后在一旁听到以后特别感动 见到周昌后是直接跪下感谢 刘邦以直言不会不畏强权 同时又对吕后和太子刘英有大恩的周昌 来保护赵王如意 可以说是走了一步很巧妙的棋 再后来到了刘邦病重之际 有人进谗言说道 樊快与吕后是串通仪器 打算等到刘邦百年以后 樊快就会带兵杀死七夫人和赵王如意 樊快除去是西汉开国功臣身份以外 还有一层身份 那就是他是吕后的妹夫 刘邦听到这个谗言以后是大怒 或许是相信了这个谗言 更有可能是临死之前想再上一道保险 杀掉吕后的妹夫樊快 以此来削弱吕后的势力 来进一步保护七夫人和赵王如意母子 可以说为了保护七夫人和赵王母子 刘邦这两步棋走得都不错 不过可惜他遇到的对手是吕后 两步棋都失败了 刘邦死后 吕后先囚禁了七夫人 再对赵王如意动手 赵赵王进京 这时候周昌出来阻拦 高地属臣赵王 赵王年少 切闻太后怨妻夫人 欲赵赵王并诛之 臣不敢遣王 王且一定不能奉赵 直接就抗命 不让赵王进京 吕后想了一个办法 先赵周昌入京来调虎离山 然后再赵赵王入京 等到赵王入京以后 虽然惠帝刘盈有心保护这个弟弟 天天带着他 但是有一天刘盈出去打猎 赵王偷懒多睡了一会没跟着去 就被吕后抓住了机会 一杯毒酒将其送走 去见了汉高祖刘邦 至于杀樊快 刘邦派去的是陈平和周伯 以陈平来具体实施 以周伯取代樊快来领兵 不过当时陈平权衡利弊 认为刘邦已经快不行了 此后长大权的肯定是吕后 如果这时候自己杀了吕后的妹夫 樊快 以后日子肯定不好过 所以陈平和周伯 商量以后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法 就是依旧拿下樊快 不过并没有马上将他杀了 而是将樊快押往长安 尤汉高祖刘邦自己决定 到底是杀还是放 果然到了半路 刘邦驾崩的消息传来 太子刘盈继位 凡快逃得一劫 陈平也保全了自己 而刘邦临死之前 削弱吕后的计划自然泡汤了 平心而论 刘邦的这两步骑走得很不错 只不过他低估了吕后的心狠手辣和能力 更是高估了儿子刘盈 事实证明刘盈继位以后 身为皇帝 并没有很好的抑制住母亲吕后的权势 以至于连保护弟弟赵王都需要亲自带在身边才可以 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势力保护弟弟 说明刘盈可用的势力真的很有限 所以刘邦的第二步骑即使削弱了吕后势力 也不会平衡吕后和惠帝刘盈之间的悬殊力量对比 所以在那种局势下 妻夫人和赵王母子根本就没有生存空间 因为吕后掌握着大权 惠帝刘盈根本起不到制衡他的作用 最多只能实施将弟弟寸步不离带在身边这种无奈之策 二刘邦根本动不了吕后 或者说动了会导致刘氏江山无法稳定传递 西汉的开国可谓是夫妻搭档是开国 这点与其他王朝很不同 在开国过程中还有开国以后 吕后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并非是普通的帝后还是很有权利的 史书记载吕后为人刚毅 左高祖定天下 所诸大臣多吕后吕 吕后兄二人 皆为将 向所诸大臣中杀韩信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当时刘邦出征在外 是吕后一手主导杀死韩信的 杀死以后才通知刘邦的 由此可见吕后的手段狠辣和权利之大 还有吕后的两个哥哥都是开国功臣 所以吕后背后的吕氏家族也不容小觑 在具体来说 刘邦背后的沛宪功臣集团既是刘邦的政治资本 也是吕后的政治资本 因为早在刘邦起兵之时 就与吕后已结为夫妻 等于吕后全程参与了刘邦打天下的过程 再加上他手段颇高 所以沛宪功臣集团对于吕后的认可度很高 开国以后通过费力太子之事更是可以看出吕后的手段不凡 对于周昌这个大臣竟然是跪下感谢 笼络人心的确有一套 还有请张良出谋划策请到商山四号出山 关键不在于商山四号 因为商山四号是个很神秘的存在 只是出场了一场 以后再无声息 很有可能都不存在 只是有那么个传说 所以找到四个老爷子出来扮演了一番 关键在于此举意味着 他获得了谋圣张良的支持 所以刘邦最终放弃了换太子的想法 再反观欺负人 他除了靠着刘邦重行 在朝城中再无一人支持 根本没有自己的根基 没有自己的势力 如果真强行将赵王如意立为太子 刘邦百年以后 他们母子二人肯定掌控不了全局 只怕死得更快 而这也是刘邦放弃换太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吕后通过此举 已经彻底将人心拉到自己这一边 本身就获得配宪功臣集团的认可 又立保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 使得支持太子的人自然也支持自己 奠定了刘邦死后 他掌握大权的基础 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刘邦想要动吕后 已经近乎不可能了 已费了吕后 来保其夫人和赵王母子 很明显是不现实的 即使是真的废了吕后 那么必大于利 因为太子刘盈这个人是为人仁弱 说直白点就是为人懦弱 根本不适合当皇帝 所以先不说刘邦能不能废了吕后 即使真的废了他 那么势必会导致朝局动荡 会冲击到太子刘盈身上 等到他百年以后 没有吕后保驾护航 光靠刘盈一个人做得稳皇位吗 刘氏江山会稳定传递下去吗 这将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刘邦身为一个皇帝 即使再宠爱欺负人 再喜欢向自己的儿子赵王如意 但他终究是一个皇帝 要考虑的是刘氏江山的万年永固 依吕后辅佐 众望所归的太子刘盈 是最好的选择 可以使皇位平稳传递下去 他不能自毁长城 不能留什么后手或者废了旅后 导致刘氏江山不稳 所以这时候欺负人和赵王母子的安危 反倒不重要了 三 刘邦可是将人性自私的一面 发挥的淋漓尽致 堪称鼻祖籍人物 刘邦在打天下的过程之中 纯粹是将无赖自私的精神 发挥到极致 有一次对战项羽失败以后 刘邦坐着马车逃跑 为了减轻重量跑快一些 刘邦多次将车上的一双儿女 及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园公主提下车 幸亏当时的马夫是大将夏侯英 几次将他们抱回去保护住了 气得刘邦动了数次杀念 想杀了夏侯英 向羽还曾抓住刘邦父亲刘太公 在威胁刘邦时 架起大锅要烹杀了刘太公 没想到刘邦竟然无耻地说道 我和你一起受楚怀王的命令 结拜为兄弟 我父亲就是你父亲 若你是真的要煮你父亲 也奉我一碗汤吧 当时气得像羽大怒 差点将刘太公真给煮了 还好有向伯在旁边极力劝阻 刘太公才得以信念 所以说像刘邦这样自私自利的鼻足 能为七夫人和赵王如意母子采取前文中的两个保护措施 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指望再进一步 什么都考虑到 什么隐患都给消灭掉 的确是不现实 而且刘邦其实也有问题 最懂吕后和七夫人两个人的自然是刘邦 刘邦不可能不知道吕后的毒辣和七夫人的天真自答 他都知道 但是他并没有缓和这种关系 更没有调教七夫人 让七夫人懂得自保之道 反而一味地享受 享受七夫人这种天真自大性格带给他的快感 浑然不考虑七夫人这种性格只会越来越使吕后愤恨 会使自己付出惨重代价 正因为如此 所以后世清代的周梦元如此评价道 然吕后之恨妻姬皆由高祖之宠卷 4 吕后之所以如此对待七夫人和赵王母子 其实七夫人也有很大责任 以后来者的上帝视角来看 刘邦的确没有留下有效手段 没护住了七夫人和赵王母子 吕后的确心狠手辣 毒死了赵王如意 将七夫人制成了人质 这种残忍程度可是相当罕见 可是在回顾那段历史 可以说七夫人之所以落得那般下场 跟自己一步又一步的作死有着很大关系 如果她不那般作死 以刘邦留下的手段 赵王如意或可保全 她即使生死 也不会那般悲惨地死去 首先七夫人是不自量力 靠着年轻貌昧得到刘邦宠幸 使得年老色衰的吕后 不高兴也就罢了 毫无根基 没有大臣支持 竟然还要夺吕后儿子刘邦的太子之位 想要以自己儿子赵王如意 取而代之 可谓是对吕后步步紧逼 到了刘邦继位 吕后得势以后 将七夫人囚禁在永巷 七夫人并没有示弱 反而在操处冲坐之时 做出了冲歌 内容为此为王 母为鲁 终日冲伯木 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 当水使告如 吕后一听自然是大怒 这个作品更是提醒了吕后 还有赵王如意这个威胁 于是不久赵王如意被毒杀 七夫人也被残忍的制成人质 可以说七夫人落得如此下场 固然有吕后残忍的原因在内 但更是有她就有自取的原因 如果不是吕后实在太残忍 将她制成人质 使得世人可怜她 如果不是吕后死后 吕是外妻集团被诛灭 吕后身为失败一方 成为后宫干政的反面教材的话 光看事件本身来说 七夫人并没有那么无辜可怜 反而有着就有自取之音 反而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